好 继续来看到社会方面的消息 双北地区之前不断传除 无人店家的对比机 经常成为歹徒的提款机 不过台北市北投 有一间自助洗衣店 则是装饰用的招财猫被偷走了 业者调阅监视器 清楚拍下一名妇人 她路过洗衣店的时候 竟然就顺手摸走了店家 放在窗台上面的两只招财猫 而且调阅监视器的时候 还发现妇人还做了归环的假动作 妇人路过洗衣店门口 先拨弄座椅椅店 接下来大大方方的到洗手台前洗手 眼尖的她这时候发现 窗台上的招财猫好可爱 竟然伸手拿走两只招财猫 下一秒钟 她瞄到上方有监视器 又做假动作放回 躲在镜头死小 把招财猫塞进包包 殊不知还有另一只镜头 拍得一清二楚 听人家说这样可以招财 相信人性本善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先放着 没有想到开店没多久就发生 这家开在台北市北投的自住洗衣店 由四个年轻男女合伙经营 朋友在开幕时送了四只招财猫 当作正殿之宝 因为是太阳能发电 就可以摇摆猫手 业者放在窗台 一方面也有招财的好兆头 没想到却也招来窃贼 开店那天就是送我们一人一只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还蛮增长他的 因为他看起来也是有一点年纪的 那这样子就感觉说会对小孩子 就是有不是很好的榜样 虽然这个洗衣店是无人的洗衣店 可是我们看得出来 放在洗衣店的招财猫的所有权 应该还是属于这个洗衣店的 那如果说今天顺手牵羊 将这个洗衣店的招财猫取走 还是会构成刑法320条的窃盗罪 汇除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店家体贴顾客大方在门口放洗手台 方便顾客使用 不代表窗口放的招财猫也是随人取用 以前也有小朋友把玩 但都知道要物归原位 但大人却做了最坏示范 洗个手就算了还顺手投猫 店家幽默地说 如果等不到招财猫回来 只好到警局报失踪人口邪寻了 民事新闻还原陈奎宏 台北报道